腾讯体育8月17日是2018年斯坦科维奇,被中级篮球萨在深圳继续进行。 中国南篮篮队将在收关站面对科罗地亚南篮,腾讯体育将在19点30分对本场比赛进行视频直播。 以下是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前三。 南篮后对总结,周期小兵强势挥背板凳北图效率高10年后再看08年史上最强南篮他们的命运谁能想到。 8.1级篮球奇的中国南篮篮队VS科罗比亚重点关注中国南篮篮队正处于严重的伤病潮和疲劳系当中。 上一场对阵突尼斯南篮的比赛中,他们疲态尽险,以61比68输掉比赛,遭到斯贝卡打以来的首场败仗。 这场比赛,南篮内线小将胡金秋实为数不多,得发挥较为出色的球员之一。 他全场看下了14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。 本场面对克罗地亚,在多名球员属于低迷状态的情况下,胡金秋还将在内线担当重任。 这一场比赛代表南篮篮队首发出场的中锋哈德军,为球队拿到了11分。 但是他进攻效率并不高,并且全场出现了多达6次15。 如果辞意继续担当主力内线,但还是要及时调整状态。 对阵突尼斯南篮的比赛中,报名稳次次被15个名单的里根继续作弊上关。 这位刚刚与球队回合的封线重炮,仍然没有迎来惊吓国家队的首秀。 能否在斯杯首观之战中登场,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中国南篮篮队的商定潮仍在持续,既首场比赛,折损了先发内线任俊飞之后。 对队突尼斯的比赛中,外线小将陆文博又在一次仿击上篮中帅在的。 看上缺伤的不轻,陆文博很有可能将缺席中国南篮篮队对着克罗地亚的比赛。 对于目前的中国南篮篮队来说,保证球员健康,避免更多伤病的出现,是比争取比赛胜利更加重要的任务。 交锋回顾克罗地亚南篮是欧洲篮坛乃至世界篮坛的一支传统竟旅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们就多次获得世界大赛和欧洲检标赛的前三名。 2017年南篮欧锦赛上,克罗地亚南篮战绩不佳,仅升获了第十名的成绩。 中国南篮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曾与鼎盛时期的克罗地亚南篮交手。 黄金一代以及18比109造的完百,次次出战资杯的克罗地亚南篮并非一线国家队,而是由在本土联赛或欧洲其他国家联赛项率的球员组成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克罗地亚二三线国家队是斯坦克维奇杯洲际篮球赛的场客。 去年夏天,中国南篮红队曾在斯坦上与克罗地亚交手,当时他们已经11到81输掉了比赛。 昨日,中国南篮红队与克罗地亚南篮展开了一场较量,由周琪和丁燕宇航两大核心作证的南篮红队,以81-69轻取对手。 这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里,中国南篮红队都处在场上主动,克罗地亚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麻烦。 战前推演目前中国南篮篮队疲惫不堪,体力透支,在场上他们很难,保证长时间的高强度防守,与此同时进攻,也常常陷入德奔荒。 上一场对阵突尼斯的比赛中,南篮篮队曾在末节比赛突然崩盘,出现了长达半截的德奔荒。 想要走出德奔困难的窘境,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南篮篮队的进攻,扮演球队外线投号的分手角色的无前。 上一场比赛全场14投2中只有6分进账,次与他需要调整准性为篮队进攻做出更多贡献。 克罗地亚南篮是一支讲究团队配合的球队,阵中没有绝对的得分强点,这将给南篮篮队的防守带来一定的困难。 在与红队的较量中,克罗地亚南篮内线劣势明显,篮板球这项技术统计上,他们输给了红队12次,此意如果不能在内线竞争方面尽量提升战斗力。 克罗地亚恐怕还将处于劣势,有火虫飞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克罗地亚南篮